凉拌铜蚝豆干 嗨 我是黄妈妈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道凉拌菜 就是凉拌铜蚝豆干 很好吃喔 这是铜蚝菜 我们大约买一斤的铜蚝菜 然后先洗干净 泡点水 放点盐 备用 我们要把它披成丝片 基本上我们披成丝片 好 再来我们就把它切丝 切丝之后再把它切成丁 切丝 然后再来我们就把它切成小丁 300公克的豆干 加上差不多700公克的铜蚝菜 铜蚝菜一煮下去就变很少 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会用多一点铜蚝菜 现在我们要炒豆干 我们先放一点油 也不需要太多 把它弄一下 我们刚切好的豆干丁 就非常非常细 我们就要摆进来慢慢炒 火也不用太大 我们把豆干炒一下 然后放一点点的盐 不要太多 然后一点点的盐 然后一点点的盐 我们要洗 好 我们 我们豆干炒到有一点点的黄就好了 这样可以咯 我们要拿起来咯 让它冷 这是我们炒好的豆干 我们等一下要放凉 等下再跟铜蚝菜一起拌 水滚了 放一匙的盐 然后放一点点的油 现在呢我们把青菜放下去烫 这个看起来很多的青菜 其实放起来是只有一点点 而且我们还要把水分拿掉 好 现在我们水煮开了 就是这个青菜要把它稍微烫熟 之后呢我们就要捞起来 好了 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个菜捞起来咯 这个是我们烫好的青菜 等一下我们要把水分挤掉 现在我们把这个青菜 你看刚那么多挤出来 只剩下这么一点点 把水分挤掉 就剩这些咯 烫菜你看这么多 长进七八百公克的铜烫菜 那我们烫完以后 把水分挤掉就剩下这么一点点 现在呢我们把它切碎 然后再把它切碎 这样这样把它切碎 来回几趟把它切得很碎 不要让它有那个纤维太大块 这样等一下烫在豆干里头就不太好吃 所以我们要把它来回切碎 好 切一次了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把它拉过来这里 然后再切第二次 这样子我们要切很多趟 把它的纤维都切碎 现在我们切碎的铜烫菜 要跟豆干拌在一起 我们把它两个都放在一起 然后把它调拌在一起 香油一大匙半 一匙半 好 还有就是花椒油 记住花椒油很重要 花椒油半匙 如果你觉得喜欢的话 可以再加多一点 这个就是它重要的手段 有花椒油跟香油 放进来 好 我们放一点 红鱼 好 我们现在就这样拌咯 可以一边拌一边调看看 你喜欢的味道 如果你觉得香油太少 你可以再加一点 如果你觉得太不够咸 你也可以再加一点盐 我会有水 那走 这个是有水 我可以可以吃 你可以吃 我可以吃 你拿起来 我我们筹体 我们知道 看来